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我最近花了两三天时间研究了几乎所有澳洲银行现在发行的debit card 经过研究比较以后,挑出了其中三张最好的推荐给你 每张卡都有自己不同的优缺点,所以没有完美的卡,只有是不是适合你的卡 声明一下,这些银行并没有付给我任何广告费 这个视频只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用卡人的分享 我也会把这几张卡的申请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 好,那废话不多说,先简单说一下,什么是澳洲的debit card debit card的中文应该是叫借记卡 在澳洲,通常你在银行的网站或者线下分行开一个个人的存钱账户的时候 像everyday account或者transaction account 同时可以申请一张关联的debit card 开户后几天,一般就会收到这张从银行邮寄给你的卡 简单激活以后就可以使用了 这里说一下澳洲debit card和credit card的区别 因为这两种卡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有时候一眼很难分辨 比如我自己同时有这两张Saint George银行的卡 你能一眼看出哪张是debit card哪张是credit card吗? 其实主要就是看卡上有没有这个debit的字样 以用来跟credit card区分 日常使用上的区别debit card跟credit card其实也差不多 但debit card刷的是你银行账户里已经有的钱 而credit card使用的是银行给你的credit信用额度 debit card还能在ATM上取现金 不过当然有些credit card也能透支取现金 但由于是借钱所以要支付银行利息的 简而言之debit card就是一张与你银行存款账户相关联的 平时用来消费和取现金的卡片 科普玩debit card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 我推荐的三张卡的第一张卡是HSBC银行的Everyday Global Debit Card 我自己平时用的主力卡 这张卡主要有几大好处 1.没有账户月费和其他费用 包括在国外广站购物免手续费 比如我有时在美国Amazon买东西 用这张卡可以直接用美金下单 然后按照当天的Visa汇率转换成澳币支付 并且不收3%的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Fee 另外如果去境外旅游可以直接刷这张卡 不收Overseas Transaction Fee 也可以直接在国外ATM取当地货币 不收ATM取现费用 2.2%返现 用这张卡平时日常消费有2%的Cashback 每个月最多能挣到50刀封顶的返现 不过要得到返现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1.账户里每个月要有至少2000刀的Deposit 不管是你的工资收入 还是你从自己的另外一个账户转账过来 2.要用Tap & Pay方式付款 比如Visa PayWave,Apple Pay,Google Pay 就是用卡或者手机在FPOS机上Tap一下 并且金额要在100刀以下 我平时日常使用比如买咖啡,吃饭,超市购物,加油等等 都会用这张卡,每个月消费个几百刀吧 我总共用这张卡大概一年半,积少成多 加起来竟然也得到了200多块的返现了 3.账户内可以开多达9个外币账号 包括美金、英镑、人民币等等 你可以用澳币买卖这些外币 并且去外币所在的国家直接使用当地货币刷卡 所以这张卡被称为Everyday Global是有道理的 非常适合经常去不同国家出差旅游的人使用 4.最后,这张卡有长期运行的100刀新用户开户奖励 只需要在开户后的6个月内 连续3个月存入2000刀或以上就能得到 当然了,说了那么多优点,这张卡也不是没有缺点 缺点1.没有利息 缺点2.HSBC的分行和ATM在澳洲可以说是少的可怜 缺点3.手机银行的APP设计的很差 跟澳洲其他大银行的APP比起来 我觉得是拖拉机和特斯拉的差距 但不管怎样,这些小缺点瑕不掩喻 我个人认为这张HSBCEveryday Global 绝对是澳洲人居家旅行必备的一张神卡 个人强烈推荐 第二张卡,ING银行的Orange Everyday Debit Card 这张卡的主要优点 1.没有月费和其他费用 包括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Fee 2.澳洲ATM免费 国际ATM曲线发生的费用5天内返还 3.如果同时开通并且关联一个叫Savings Maximizer的账户 在这个账户里存款有1.35%的利息 不过以上这些功能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 每个月要存入1000刀 并且有5次刷卡消费 缺点,ING是一家网上银行 没有线下分行 联系方式只有通过电话和邮件 我个人经验是HSBC和ING这两张卡 完全可以结合起来使用 因为有些功能是互补的 比如平时在HSBC里保留一两千刀的现金 用来消费和得到返现 而大部分不用的钱可以转入ING 用来在全澳所有的ATM机上免费取线 并且得到1.35%的存款利息 接下来介绍的第三张也是最后一张卡 Westpac Choice Debit Card 它的主要优点 澳洲境内所有主要银行 ATM免费取线 超过5万个全球ATM联盟取线免费 使用Westpac App可以无卡取线 如果你是18-29岁之间的年轻人 可以申请一个叫Westpac Life Account的账户 享受高达3%的存款利息 要知道在当今的DC时代 3%的存款利息绝对是非常高的了 有长期运行的50刀新用户开户奖励 缺点是有5刀月费 但是如果满足一些条件可以免除 比如每个月存2000刀 或者全职学生等等 这里不详细说了 可以去我在文本区发的申请链接里看看 跟刚才说的两张卡不同 这张卡境外购有3%手续费 我自己没有这张卡 但我打算去申请一张 就为了拿50刀的开户奖励 大不了以后不用就把它关掉 好了,这就是我要推荐的三张卡 请注意刚才我说的这些卡的功能和奖励 只是我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的情况 银行随时可能会改变条款 慢点